传统的维修办法 需要把主板掉点位置 用手术刀片刮开表皮 找到掉点位置的引脚 然后用飞线丝 一圈圈排充圆形 再用绿油固化好后刮开 这样方法相对稳定 但是很花费时间 现在市面上 已经有了替代这个传统的飞线方法 我们只需要刮开掉点位置的表皮 找到引脚以后 使用这种焊盘贴片 用烙贴加膝膏 直接焊接 处理完毕 再用绿油固化 中间我们省去了飞线所花费的时间 相对于传统的办法 这种焊盘贴片 大大提高了维修的效率 大家感觉哪种办法比较好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维修小技巧